指揮官好 八大電視提問 今天想請教一下 有專家認為目前國內的混打實驗 好像比較偏向以高端為主 不過國際上 其實有很多莫德納混打BMT的研究數據 那也有很多國家其實正在這樣做 那國內因為現在BMT也要開打了之後 也會有陸續的到貨 那請問我們會不會 考慮要實施BMT加莫德納的混打實驗 謝謝 各類有進來的疫苗 我們都會做相關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研究 那BMT現在沒有做 因為BMT都還沒有打 所以自然就不會有這個研究在 那進來之後 還是維持我們基本的政策 對於各種疫苗的使用的方式 跟他產生的一些 效果 那持續用本土的研究 來更了解 謝謝指揮官 針對莫德納跟BMT混打再補充問 兩題 第一題是有專家認為說 因為接下來BMT 到貨量會比較穩定 所以算不算是第二季混打的首選的廠牌呢 第二個問題是 好像有耳聞說 有國內的單位 正在考慮 可能也要進行莫德納加BMT的混打計畫 想問一下指揮中心是否樂觀啟程 因為我大概在 現在已經在混打的 被拿來當混打的目標 的那個疫苗 大概是BMT 可能是會提供的最多 然後第二個莫德納跟這個BMT的混打 我們有請我們的專家 一方面也開始來做這方面的討論 那也準備 等這些貨進來開始施打之後 那做相關本土的研究